没有怕的流 斩cd对此rp跳cd崩了 尹薇要抢反的 这不抢反 哎得抢反 这下反的有点远啊 毕竟被扔出去了啊 这其他社的毕丽绣 OK的兄弟们来看这局啊 纯帅对战尹薇 两边三问抢 三问BO4 对打四局啊 也就是娱乐赛 没有什么胜负可分 来了 走发东盪对战败人啊 OK 超杀队过去 稳啊 死亡龙卷风 那这波应该是收了 哇这一套石格 行啊 来看下一回合 这东盪这个版本 确实很强势啊 伤害非常高 看一下尹薇 尔发出场的 这什么使吹真武 这名字洗的 确实比较傲扣 四个字 嗯 一小踢过去 多 东站 好吧 能量分身去反一波 真武飞踢 超杀嘴过去 重前顶二则 原地直跳 可惜了 这如果是小散的话 刚才可以空中赖落落 强招会比较强势 但真武的话 没有这一招啊 来了 前冲地头 起身再压制 哦这东胀 只要你敢蹲防 这一下基本是能刮到逆向的 抛杀腿过去 但是没打拳 再被抓地头 真武应该是没了 还剩一次 哦 C头反兵压制 哇 好 直接升龙 纯帅 是吧 看一下 飞机头 红内裤 我是东站 你记住 因为这边的雅典娜 啊 东站这角色 确实太凶了 雅典娜 这边只有一颗气啊 不好防的 跳 的地 2 C 凶杀一波 东站 哇 前冲直接责中 逆向AB受伸起来又被责中 就算强反凤凰剑 也被生龙打断 这东站彻底崩凰 啊 这个重拳波动没连上啊 没连上 但刚才只剩一丝血 应该裸一臂 没反应过来也是正常 就算AB了 后一臂躲不开 前AB会被缺反 无敬 大跳CB逆向 但是没确认CB波 有位置跟亚典娜 看起来熟练度不高啊 重拳波动 CB波动 再波 这败人 嗯 败人给了 败人没了 果然玩这个橄榄球的啊 就是比较 头脑灵光 是吧 看下一回合 比较有智慧啊 来了 克拉克 最后手底 克拉克 这角色 不好评价 还是蛮稳的一个指定头角色 但是打亚典娜 感觉差点意思啊 亚典娜有波 有生龙 有指定头 还有七零传送 有位移 还有空头 对吧 罗比好 逮到 强盘直接交 印象下壁能点 因为是不想跟你有任何的 近身博弈啊 就拉开身位 群帅要思考一下怎么近身 跳中锤强光 群帅倒是有强款 但是因为根本不给你打连段啊 就是拳脚力回 AB跟头距离不够坏了 坏了 哎呀 好吧 这边是反败为胜了 说是 看下一局 纯帅这边 飞翔翔角 升龙 老爷子 地特 这波连段 好的 你看这 ABC地特 援助也是 无际于事 坏了 连段 不熟啊 不熟 老爷子 这连段 熟连住 有点难受啊 好像不太够看 永威 而发出场的角色 这也正常 对吧 因为这个版本 各个角色的连段 它跟原版 是有非常大的输入的 所以说你没练过基本 或者说你没学过 你是很难做到连段的 不像原版 原版基本就那几个 对吧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但这个版本 有各种派生 各种情况的连段 都要练到 才可以 对吧 在各种位置 怎么推到版 那都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主人帅的 克拉克 这里两颗戏 要不要暴戏呢 大跳CD 右河 两边同时暴戏 能量闪身 抓指令头 漂亮 打跳 选择折 现在没有选择 好的没关系 又折中 那没了 AB跟指令头 护甲三背包 漂亮 终结阿根廷攻击 好的 这波石鸽 是没有任何问题 很像克拉克 这种角色 他连段难度 不是很高 因为都是指令头 给你充足的时间 去输入下一个指令的 非常方便 太隐蔚的大猪手底 这角色比较少见 逮到 狙击锤 后跳CD 前跳CD 铁球大暴走 好像还能再跟 哦呦 不会秒了吧 大猪伤害有够高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还真别说 伤害可不低啊 老卢这边 怎么想 好 先换表里模式 变成奥米加卢卡尔 就是Boss卢卡尔 Z头 狙击锤 再跟铁球大暴走 纯帅这边 不打算交强反吗 看起来是的 但这套伤害可不会低啊 下猪腿 帮助 罗伊比被转锤 坏了 这老罗好像 打不过大猪 没了 意思 这点血量 感觉强反 也没有意义了 空中被反驳 我的天哪 大猪站起来了啊 你如果放在 里二这对决 大猪 你别说赢了啊 我说实话 嗯 就 能 怎么说 能多活一阵 对吧 都很难啊 因为老卢太强势了 但没想到98C 是倒反天刚啊 大猪这么猛 蠢帅运气很好 这局两个阻力 OK 罗伊比逮到一套 大跳 下心 哎 下不断臂 但是没有机器炮拳 没想到会中 好 两个指定头 狂决的对垒 威斯人称女版大门啊 在女性角色的 指定头角色里 那可以说是 头部了啊 这走路 这走路有点猥琐啊 好 战随远中拳 漂亮 铁山靠地过去 连刀腿 通通跳CD 这波再跟超X 帅气 你像这连段 如果没学过 或者说 没研究过 你不可能知道怎么连 对吧 拉面 好像杀一波 来看一下一局 拉面截还是不同啊 威斯有很多的外号 拉面截 然后 真爱坤 是吧 还有宋丹丹 都是他 长得确实像 短发 OK 这挺想预读 各种拉扯也不近身 波动先制 但是这波罗一致还是过波 暴气连 铁山靠顶起来 空中再干 五连摔 再摔一下 逮的 在这边连段失误 坏了 好 空中再给一颗气 稳 一丝血皮也不给流啊 来看下一回合 隐位这边 嗯 捉摸 来吧 波动先制 再波 哦呀 好的 这手暴气 对方前跳 反而被点下盘 周魔捐了 是周魔感觉 位置没摆正啊 周魔的角色 虽说 呃 跳CB想攻很强 而且 这个版本力回不错啊 但 面对听的话 还是要给个尊重 对吧 来了 这波应该是要 收掉 呃 收掉 来看下一回合 隐位 最后一个安迪啊 安迪这个版本伤害是不低的 升龙 超杀追递 对吧 还有跳CG的搬运 那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KING毕竟是传统强绝啊 安迪算是 呃 有点 非主流的感觉啊 OK 因为一直想前跳CG起手 确实是安迪最理想的 起手方式啊 但没那么容易 好 跳CG 对方后发先制 那这样的话 只能想反了 安迪很痛苦啊 明明是我先来的 好的 闲跳右飞点下盘 只安迪彻底要玩完 那没了 那没了 相反也没有了 啊 纯帅这边 根本没让对方 见到自己的最后一个角色 这八神是 对吧 只需要作战就可以了 来看下一局 射影位 哈哈 难射 看纯帅怎么讲啊 哦 这一局 好家伙 这 两边 五个强角 除了真无以外 伤害 都一顶一的啊 来了 七加射对真无 真无是全方位被碾压的啊 前脚方面拼不过 伤害呢 也不如七加射稳定 嗯 难受了 跳纵权抢空年 跳进攻 你看看这插盒 不该想抓一个地头啊 但是对方起跳了 难受 暗黑地狱极乐落 来了 一顿狂跳 后跳 基地前轻卷 OK 没了 看下一局啊 太稳了 影位 二发主掌的 龙儿啊 山崎龙儿 龙儿这边手里两颗气 大跳重腿又责重一套 来了 纯帅 这局感觉要一跳三 吉他社手里有气的话 这个写着 我觉得 穿三真的有希望啊 不用一套就石哥的 手电筒 站重腿爆摔 再一根头 完美 你看 粉定石哥啊 都不用爆气的 赶下影位 最后一个手底的 柴州 不会真被穿三了吧 这有点快啊 要挣扎一下的 大跳青拳 直帅这边是彻底放开的 毕竟是第一个角色 还是满血 没有怕的理由 战CD对此 二匹跳CD 崩了 影位 要抢反的 这不想反 哎 得想反 这下反的有点远啊 毕竟被扔出去了 这七加社的 臂力惊人呢 好的 吹火掌 大蛇蹄 大跳青拳 大蛇蹄蹄 这草蹄精是不会的 不愧是 当代草蹄家属啊 非常恐怖 看下一局 年段非常华丽啊 神帅这边 二发出场的角色 可瑞啊 嗯 远地直跳 啊哈 CD直接交了 非常稳定 也不急 也不躁 对吧 波动 连续波动探路 你看 这个波 如果小草影的话 就很舒服了 多目一响 凹一波 这是想做什么 只能抢反了 哦 这因为有点急了 吹火掌 大蛇蹄 再吹火 满边彻底疯狂 再大蛇 哟 这个不 应该接生龙的吧 坏了 失误了 可能是 六的指令 输入早了 晚一点拉前 就好了 那难受了 一丝血 低头进 吧 没了 我的天哪 可惜啊 大家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精彩 精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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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